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党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忽略了弱势的部分 他的确给予相对强势相对优势的人弹性 可是那弱势人怎么办 赖清德跟后续的他的党团跟政府 可能必须要说清楚 你要怎么去协助那些弱势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不是为选举不是为政治算盘 这个我想没有人会相信 民众也不是笨蛋 那可是过去我们看马政府 很多很多的盘算 他们也都是看民调啊 他们也都是觉得很多人支持啊 那到最后票投出来 就是不如马英九所想象的 所以我想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小心 陷入民调的陷阱 很多时候民心的变化 不是你随时用电话民调可以看得出来的 人民对你的失望 第一次可能是失望 第二次可能给你留校查看 第三次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等到第四次的时候 你想要再来挽回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次修法的草案最大的问题就是 事先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划设计 以及专家学者的讨论 跟各界的大家一起的共识 所以才会导致于这么纷纷扰扰 那事实上之前的一粒一修的修正 它是在民国103年的时候 就已经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来做整体的规划设计 但是这一次的修正实在是太匆忙了 没有让各界都能够完整的表达 提出好的意见来 你现在又一再的跟大家说 事不变事弹性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但是同样的你没有实证 你没有数据 你没有评估的模型 你没有任何的实际上面的 精确的告诉大家说 到底是哪些行业有这样的需求 到底是有多少比例的劳工 他真实的受害 这些完全没有跟大家讲 那你等于是又要再一次的 要大家相信政治人物的一张嘴 那很多的企业人事部门 都已经花了很多的成本 很多的精力 在把整个资讯系统去做一个改变 那很多的例如HR 他们也去做了很多的学习 很多的努力 那如果将来真的在修正的时候 恐怕又有一段的时间 大家必须要适应其 我觉得民进党不只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他整个全党大换洗 就是你能够想象以前 如果是国民党通过这种法案的话 民进党还不把整个立法院炸掉 他可能都带人冲进去 但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民进党还是要自己想一想 莫忘初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